3組 OK 來了 各位 我的老天爺 ONE TEAM目前三比 拚牌了 拚牌局 直接 拿個手長的陣容是不是 克里希加菁 然後 這個下路應該是不會輸啦 雖然敵方有什麼 圖倫 卡 芬妮 然後弗洛倫 前期看起來滿強的 但是因為 克里希跟菁 首偏長 首偏長 我個人覺得 下路線應該打不贏 破口 唯一的破口應該是愛里 應該是直接往上路打 以Mating來說 他們的希望就是直接往上路打 然後讓佛倫開滑 然後把愛里給處理掉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 只要是 璀璨以上的 璀璨以上 璀璨以上的玩家 你應該就會知道破口要拿王林打 所以 更何況是職業選手 他們超越SS了好不好 你們SS他們都放在眼裡的 他們直接選手 所以我個人覺得 Mat一定是往這隻愛里 這愛里怎麼看 都是唯一的最後希望 他們應該是直接往上路打 因為 加入手有點短 雖然你前期很強勢 可是 克里希加緊 這個你還沒碰到他頭就裂開了 你懂我意思嗎 頭有點破啊 所以下路應該是打不 哇 Mat的手好 短 我們光是講克里希跟圖倫好了 對線的時候 因為你圖倫是擺中路 對線的時候 克里希一定是可以先手兵線 那你先手兵線會導致 可以在你的河道 我在你的河道 我就一直綁住你 我就一直看著你 看你那個圖倫要去哪裡 你只要趕往前一點點 直接一進了 往前面上打 雖然你可以去疊被動 你可以去疊那個點 但是呢 基本上你只要有玩過中路的玩家 應該都知道 圖倫的墊 距離 蠻短的 蠻短的 沒有那麼長 沒有比克里希的一技還要長 所以克里希就直接蹲在槽裡面 一技二技丟掉 直接往後拉了 他就直接往後拉 圖倫就墊不到了 就會很難受 血線會直接被換掉 這裡可能 可是圖倫自己也很難受 他現在自己也很難受 可能要有人來解線喔 不然這個下線 卡芬妮吃不到 很難受 卡芬妮吃不到 不對 要有人來解 要有人來解 圖倫應該過來下來解線吧 對對對 圖倫下來解線 好 就是把那個人給趕走 然後讓那個什麼 卡芬妮出來 就是把這條線整理一下 不然那個兵線一直被控著 真的五高牌 五高牌爬 那兵線吃不到 很難受 細節 凱薰是帶魔法聰明的 來你們這裡注意看 凱薰的魔量 有沒有在兩格 他血線綠色 我們直接這樣拉下來 兩格綠色那個 他這裡點一下之後 他的魔往上增長了一點 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帶魔法聰明 就是那個打到底人 打到底人會 補那個魔力的那一個魔紋 他這個就是 他想要賴線 他想要直接把你 對線的卡芬妮 讓你沒有辦法 來去跟我做任何的對線 我就是不停的跟你打消耗就對了 他想要鳳凰打消耗 鳳凰放一劑一點點 放一劑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利用你的那個魔法聰明 就算你朗博擋在前面 剛好就是我的 回魔機 對沒錯 就是他的那個什麼 藍水藍色藥品 你懂我意思嗎 那這邊呢 One team已經接收到說 你Mate team的人員是先走的 所以我就是直接把線改換給清掉 不要讓你有任何的機會 在4分鐘的時候 來去壓制我的下塔 然後你可以看到 那個什麼 圖文的位置完全被克里希給壓 就是看著 娃娃自己自己 這場也知道說 這場 輪流流很危險 他就是各種來去保資源 完全不給機會 目前沒看到任何破口 完全沒看到任何可以打破口的東西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這場又來了 NK又是直接來去洗 NK這什麼真龍級待遇 哈哈哈哈 好好喔 這個中路 哇 好想待在One team喔 哈哈哈哈 如果是打野位的話 一定很想待在One team 哇 各種浪欸 各種浪兵 太爽了 然後這裡夜夜娃娃一樣 直接來去跑資源 然後完全不給你任何機會 中路線 不等嗎 還是不等 哇 太狠了 直接洗掉 然後娃娃繼續來去做資源 欸 找不到破口 真的找不到破口 打不進去 打不進去 沒辦法 沒辦法 這裡如果拖到後期很虧喔 你拖到後期敵方手超長的 那個什麼 井的手超長的 然後下路線又一直被壓制 沒有辦法 那個帶魔法衝靈的井太酷了 你看光是對線期 光是對線 井就贏了500塊 贏了400塊 哇 開秀 有點秀 有點秀 差一點 但是要走了 要走了 我個人覺得 炎炎死了 這個直接挑進去 來呀 差一點 可是 血缠應該是可以來去 雙 雙邊直接開對啦 NK繼續洗中線嗎 還真的 哇 真龍級待遇 這個丸挺 真龍級待遇啊 我看到了 丸挺就是會不停的讓 打野來去洗中線 然後中路來去做各種跑線 你從第一場看到現在 都是這個打法 你有沒有發現 竟然是破不了 但是破不了 問題就是他的 他的 他的娃娃可以來去打 配合 下路可能要放塔喔 因為圖倫在中路露頭囉 完蛋了 呂布看到兩個人的視野 完蛋了 完蛋了 這下路來不及了 沒了 媽 等一下 沒死 好險 好險 哇 可是 中路要被轉了 太兇了 太兇了 哇 壓力好大喔 又來了 但是 克里希是有看到圖倫的喔 OK 這一樣幫忙解線就好 倫倫自己小心 OK 沒事 哇 沒機會啊 不是Mate Team不打 是他沒機會打 哇 時間越拖越晚 越來越危險 我跟你講 第一個 愛理到後期無敵 他就是一直前期很飛的角色 但是後期超強的那種 大魔王型的角色 然後 你的克里希跟你那一隻 不管他今天是選那種 就是poke型的啦 射手 不管他今天選井啊 或是蘇 你到後期 你懂那個威力嗎 不管他今天中路是什麼 莉莉安啊 佩景啊 然後或是 如果要去 收好長 很煩啊 就是那種poke型的 你到後期 你如果 這樣真的很難守啊 你那個頭很痛 一直被他一直被他丟 你還沒進場前 你這鞋就被他換掉了 太難打了 但是這邊 下塔是直接放掉囉 欸 嗯 轉換線有出現一點小失誤 但是那個 是下塔啦還要 是下塔對 萬天來說 應該還行 嗯 沒兵線喔 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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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放凱撒嗎 OK放凱撒 哇 他要硬氣欸 他要硬氣 唉唷 哇 請先 太痛了吧 哇 太痛了吧 完蛋 不是 佛羅倫滑起來 來 來佛羅倫的叫 唉唷 喔 萬天有點打太久了 有點打太久了 但是這個通常沒了 這個景 進去了一瞬間點一亮下 爆爆 沒了 壓力好大ですね 藍鞋還被 還被錄 然後 斯可里希納 嗯 我看一下 哇 請要出王者 誰承受得了 九頭 現在只有一個白盾 是嗎 問題是哪 已經出天叢 感覺擋不住 感覺擋不住 然後克里希也要出 也要出穿透了 好難受喔 哇 擋不住 前排擋不住的話 那是 刷賽了 那真的刷賽了 因為你 等一下會 我 我已經想到那個畫面了 等一下就是各種炮彈飛過來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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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然後我的前排如果承受不住的話 不要想後排 那個克里希刮到你一下 我應該直接半採 好像真的 欸 萬天線沒有整好喔 這個有點打太急了喔 這個會被拖時間喔 這個打得有點太急囉 這個中塔應該是可以守住的 來 大絕 好 OK 欸欸欸 守一下 OK 好 守住了 恩 我個人覺得 萬天有點急躁 現在 他其實 控一下兵線 會更好 會更好一點 不然現在打不進去 來 來 因為你現在就是單一的兵線 你沒有控雙線啦 所以你現在打不太進去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萬天 平息一下 平息一下自己的脾氣 一勝利很接近的 但是 通常這種東西就是 失誤就是從這種不小心 那個 輪軸沒有運轉好你知道嗎 突然繞在一下完蛋了 可能一下就會翻版 我跟你講 他千萬不要給任何機會 這場他只要 他這個凱撒一吃掉 等一下打Poke就好 欸欸欸欸欸欸 太急了吧 太急了吧 對我再吃凱撒欸 我個人覺得 萬天可能要 忍一下 可能要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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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個線 空個線 喔 佛倫在開滑旅布 小心的蹲點 佛倫繼續開滑很漂亮 帶著走 哎呀 帶不走完蛋了 要走 要走 要走到底 哇 愛理肥豹 哇 哇 沒了 哇 他井太肥了 他井太肥了 你看他 哇他王者 難怪 哇 那個井從下路 一路壓制 太難受了 他應該是有復活家啦 對 然後起來換鐮刀 好 雖然最後面 萬天有 給一點機會 但是 最後面那個真的沒辦法 那個井太肥了 最後面那個很可惜啊 最後面我覺得就是有點經濟的壓制 你知道嗎 然後萬天也知道自己經濟很好吃 就跟你打了 哇 凱薰最後面很秀 然後 必須得說 這場我覺得 我自己身為中路玩家 你要講 你講真的那個陣容 你看下來你就知道 往愛理那邊打 可是那個克里希就是 不讓你有機會 你看他一直補一直補一直補 不然那個愛理早就崩了 他就一直補一直補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個人覺得 他們分工合作也分工得非常到位 萬天完全知道自己要幹嘛 就是中路直接給NK洗線 然後 NK就是一直發育 下路線紋 我就擺明著我一定會贏 然後我就是直接空線 因為我手兵力長 然後他那隻井剛剛講了 看那個回放的那個小細節 有沒有他是帶魔法聰明的 他就是直接賴線賴到底 不讓你出來 然後光是兌現期 他就直接贏了五百塊 沒辦法 再必須聲明一次 我對於更方每次給MVP 我非常不滿 因為我是 我自己是看比賽的內容 就是看到底誰做的事情 對於這整個團隊 是有意義的 太好了 對不對 先恭喜1team 然後 沒聽的粉絲也不要輕 還有AIC Mate team Mate team是有AIC的資格的 Mate team是有 他們現在輸掉 所以是以第三名 這次就是以前三名來去出國 那現在就是確定了 ERO 然後1team 然後Mate team 出賽這一次的AIC國際賽 恭喜1team進入到這一次的總冠軍賽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掰掰 就知道 就可以run